哲学就是在分析你一个人和一个人交往当中 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情绪的感染 所以我们学博人的心态跟学博人在一起会变得善良的心态 如果我们今天跟一个不善良的人在一起 我们心态就会变得那么的不善良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希望大家离开忧郁 那就是要换位思考 经常想到对方你就会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的压力会明显的轻 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陷入忧郁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情绪像病毒啊 它传染的非常快 不知不觉就会传染给对方 传染给别人 所以我们要从中学会保护自己 不受别人的情绪感染 所以这才叫有智慧 所以慈悲啊也会传染 今天你慈悲了 他也慈悲了 我们大家一起慈悲 那就叫大慈大悲 所以度人 所以度人 我们大家一起度人 那就叫广度有缘 我们今天尽心尽意 完全用自己干净的心来帮助别人 你就是制造一个爱的环境 所以我们心静自然灵 心定 我们说百丈不清 定的心 心能够定得下来的人 他百丈不清 所以心灵失所呀 那么有钥匙吗 那就是法门去打开你的心灵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记住 现在办不到的 可能以后会办到 如果你的心里长满的杂草 你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能 你的确是不可能长出果实的 只要你心中有莲花 虽然莲花没开 但是它是一颗种子 它终有一天会长出莲花出来 所以杂念缠绕的心灵 你是不会修出功德的 我们学佛人 就是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心灵 来度化众生 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佛子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佛性 被启发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佛的真正的真谛 好 时间过得很快 师父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想个故事 佛陀呢 他的弟弟 他有个弟弟 叫南陀 南陀呢 是释迦牟尼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全称了叫孙陀罗南陀 大家就称他南陀 这个他的弟弟呢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夫妻呢 非常的恩爱 但是呢 这个弟弟呢 非常的羡慕佛陀 智慧和修行 他这个佛陀的智慧啊 和修行啊 他非常羡慕 他也想跟着佛陀呢 去出家 因为呢 娇妻啊 在家里 难舍难分 他心里非常的矛盾 有一天 佛陀呢 托伯到南陀的门前 正好到他家的门前 他问南陀 你在忙些什么 佛陀的弟弟南陀就说了 啊 我和孙陀利基结婚不久 他是我们加皮罗魏国 十六个城中最漂亮的美人 我每天要忙着为他做很多事情 包括还帮着他打扮 致使啊 无暇前去探望佛陀 自己太忙了 整天呢 为自己的老婆忙 没有办法去看佛陀 他借着说 啊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现在已经获得了 所以别的事情 已经再也不能 引起我的关心了 啊 这个 孙陀利基 他除了要我终日陪伴着他 也不准我关心 别人的事情 他的老婆了 啊 我不能不听他的话 因为他实在是我的心肝 嗯 佛陀 你今天大慈大悲 啊 前来寒舍 不知要接受我 什么样的供养 啊 请快些吧 恐怕啊 啊 身陀利基 要等我 等着着急了 你看他跟佛陀这么讲 听了这些 佛陀知道 怎么样再多的道理 你也感动不了 他的 他的弟弟 唯有用事实 才能使他 觉悟回头 啊 因为佛陀 他有 佛的大神通 他就 用绳便 把他的弟弟 突然之间 带到了郊外 带到郊外 他指着一只 非常肮脏 丑陋的母猴 他就问他的 弟弟说 南陀 你的妻子 孙陀利基 和这一只母猴 相比 怎么样啊 佛陀 请你不要开我玩笑 好吧 南陀不高兴 我的妻子 有倾国 倾城的美貌 他有着 无双的 交融 他对我的恩爱 难分难舍 他好似 天上的仙子 我怎么能和 这只 母猴 相比呢 佛陀又 慈善地说 南陀 你的妻子 真是美如 天上的仙女吗 难怪你 听到 我的话气愤不平 不过 天上的仙女 你没有见过 这是 不可和人间的 女人 所相比的 倘若你喜欢 要一见 天上的仙女 我可以满足 你的需求 可以把你 瞬间 带到 天上 去看看 随机 佛陀运用 威德神力 一下子 就把他弟弟 带到了天上 南陀 见到了 天上 皇宫的 富丽堂皇的 穷楼 玉宫 哇 这么漂亮啊 听到 悠扬悦耳的音乐 鼻子 鼻子 闻到的是 富与风香的花香 南陀的神魂 飘荡起来 漫步在 幽香扑鼻 眼花缭乱的 花海之中 南陀 南陀看见了几位 美妙绝人的少女 在那里游戏 被他们的美貌 惊呆了 那是天上的仙女 他们见了 佛陀 都前来 坐立 鞠躬问候 佛陀好 佛陀 问其中一位天女说 这位天女 你已经婚配了没有 天女 含朽地回答说 还没有脸 佛陀又问 你为什么 还不婚配呢 天女说 啊 我的婚缘 还没有成熟 我未来的丈夫 现在还在 娑婆世界的人间 她的名字叫 南陀 要等她的人间 报警 升到天上来的时候 我就要和她婚配 我现在还等着呢 佛陀听了 点点头 但南陀 在旁边听了 忍不住 哦 世尊 这位天女 既然 与我这么有缘 我倒不想 回到人间去的 我人间的妻子 哪比得上天女的 美丽的 百千万分之一呀 佛陀 一手 示意 要天女们 人就去玩 你们去吧 一面走着 一面对 南陀说 你不是听到天女说过 你们的 因缘 还没有成熟吗 不必着急 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 去看看 说着 一阵风一样 佛陀把他的弟弟 南陀带到了 明明幽暗的地狱 南陀不仅毛骨悚然 害怕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跟随着 佛陀走着 一路上 他觉得地板坎坷不平 似乎听到 远远近近的 都是神豪鬼哭 惨叫之声啊 不忍耳闻目睹 突然 到了一处 好像 一片 宽广的 山岩石洞前 阴气生生 一处处 炉火通红 炉灶上的油锅 热气腾腾 热油滚肺 所有的鬼差 面目难看 轻面獠牙 凶恶恐怖 他们拿着大铁叉 叉着一个半人 往油锅里送 深深惨叫 皮肉绽开 面目全悲 但是他又不把半人置死 等到他痛苦万分的时候 又把他提了上来 然后再插下去 产生苦毒啊 产生苦毒 南陀一一看在眼里 惊骇万壮 此刻他已经走不动了 两腿发软 见伯陀指着眼前一个坐在一个空炉灶旁的老鬼就问道 鬼差 你为何在此啊 老鬼回答 阎罗王派遣 我来此等候 有一位素世成造恶业的叫南陀 等他在人间和天上的厌不响尽的时候 他会从天上坠落下地狱 我就要忙着生火烧油 准备炸它了 南陀一听 吓得魂不附体 他明白了 不了脱生死纵然 生到天上 那还是在三界之中啊 跳不出五行之外 还要受六道轮回的苦难 所以出离穴道 刻不容缓 于是他毅然的跟着伯陀出家 安心去修行 也正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地狱的惨状 所以在日后的修行当中 南陀清规戒律 一成不染 细微的学处 从没有违反过戒律戒条 四尊称他为 十